各位好 大家好 我是楊琴 一直以來都有人問我有關法國銀行的問題 可是我都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都只有用過一間銀行而已 趁著這支影片來收集了一些資料 然後我把這些資料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實體銀行 如果你是學生 或是你是有期限的居留 像是walking holiday 或是工作前 就是你知道你某一天就會回台灣的人的話 我覺得你看實體銀行的部分就夠了 如果你是在法國長居 或是沒有期限 你還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回台灣 然後你在這邊做投資 你需要有國外匯款 就是很頻繁的國外匯款的人的話 我比較建議你看第二個部分的網路銀行 我知道這個影片只有有需求的人才會觀看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10分鐘之內解決這支影片 首先我先講結論 以免有人跟我說他這影片太長看不完 一間好的銀行你的銀行業務大概就佔了90%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銀行業很爛的話 這間銀行你就會覺得他很爛 這是我收集資料所得來的結論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你訂閱、分享、按讚喔 然後我先來分享一下我從網友那邊收集來 大家所使用的銀行 第一個就是 這幾間是我查到比較多人使用的 我必須告訴大家這些東西只是供參考 你必須用你的腦袋去想 因為這事實上實在太多人都只看影片 可是不用自己的腦 你必須去想一下你是不是 或是你想不想要 而不是別人告訴你怎麼做怎麼做 我本身是用BMP818 並不是我覺得他很好 而是我老公跟我老公的家人 他們都是用這一間銀行 所以我一開始來的時候我也沒有想太多 反正他們帶我去哪裡 我就辦什麼銀行 就這樣子 基本上BMP8這間銀行就是一個毀育殘半的銀行 就是有很多人說他很好 也有很多人說他很爛 所以我沒有辦法說他很好或是他很差 然後我目前使用上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是在別的城市 我現在換到這個比較小的城市 我覺得小城市跟大城市還是有差的 小城市我覺得銀行行員會比較有耐心 根據我觀察到的資料 業務員還是最重要的 大家給我的資料中就是 不好的基本上80%以上都是說 他的業務員很爛很爛很爛 或是辦事效率很差很差很差 普遍在每一間銀行都一樣 所以我才會說銀行行員佔了很大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這邊提供一些各網友選擇這間銀行的契機 第一點跟第二點是比較普遍的 第一點就是他的銀行是在學校的附近 有可能是在他宿舍的旁邊 就很快就可以去辦理 第二點是他們有在學校擺攤 我個人是沒有遇到在學校擺攤啦 因為我猜就是有在學校擺攤的 應該是他們是正規的法國大學生 法國大學的大學生 因為一般大學跟語言學校的開學時間是不太一樣的 他們開學的時候會有一個類似博覽會 然後銀行各銀行可能會來學校 就是可能戲所廣場啊擺攤 然後你可能當天申請開戶 我就送你開戶金 可能是10歐20歐這樣子 第三個原因可能就跟我一樣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或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技術家庭帶你去 然後你去銀行辦卡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到底要辦哪一個等級的卡 他們跟台灣一樣有分普卡銀卡金卡 這類不同等級的卡片 那這些卡片不同的地方 其實就是刷卡額度 國外ATM提領的手續費 再來就是我覺得最奇怪的 就是我每個月去ATM領錢的上限 我就覺得這點很奇怪啊 我領我自己帳戶裡面的錢 你為什麼要限制我每個月要領多少 我高興要把它全部領出來 我爽就好 為什麼你要管我 然後他們還給你提供一個上限 你每個月從ATM領的錢 大概是300塊 或是500塊 你超過的話 他就會跟你收手續費 你會覺得這件事很不合理嗎 到底干你屁事 再來我要講銀行開戶比較重要的幾點事項 第一個就是開戶金 不是每一間銀行都會有開戶金這個東西 有可能會有介紹費 介紹費就是可能A帶你去 A可以領到介紹費 這是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學校擺攤那樣子 就是你開戶我就給你多少的開戶金這樣 可是不是每間銀行都有 像我記得我那時候去開戶的時候 他是沒有開戶金這個東西 然後我老公也沒有拿到所謂的介紹費 所以每個銀行就是不太一樣 第二個是國外匯款 因為我知道大家來到法國之後 一定不可能把你所有的錢帶來 因為那個錢很大 大家可能會換成匯票 或是請台灣人家人在你開戶完 從台灣端匯錢過來 基本上在法國開戶都要等一個月 所以你記得每次來法國之前 你一定要先帶好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生活費 不然你要等到銀行開戶完成 然後台灣端可以匯款過來 可能要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後 我來法國之後 我有匯過兩次款 就是請我媽幫我匯款過來 我在台灣的銀行是D銀行 基本上你在台灣匯國外銀行 一定會有一個手續費 就是台灣端的那個銀行 會收一個手續費 在台灣的銀行通常 沒有辦法直接從A銀行匯到B銀行 一定要經過中間的C銀行 我收到錢之後 我發現我被多扣了25歐 我就去B&B問我的業務員說 欸不是說匯款沒有手續費嗎 為什麼我又被多扣了25塊 因為我媽已經在D銀行的櫃台 繳了那個手續費 所以再來說我匯過來是完整的那個金額 B&B那邊跟我的回應是說 他們銀行是接收哪一方 所以他們不會charge任何的費用 然後我問台灣端 我媽說她已經零貴直接付那個手續費 所以不可能再從我的銀行裡面扣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問了一下 就發現應該是中間那個轉介的銀行 它有charge一筆費用 我匯兩次嘛 我們第二次匯的時候 我有試過就是 不管我金額 因為我兩次匯的金額是不一樣的 我不管匯多少錢 我中間那個銀行都是扣25塊 再來就是最討厭的 每月管理費 它不再像台灣一樣有所謂的利息這件事情 它不只取消利息 它還會每個月跟你charge管理費這個東西 因為你把錢放在我們的銀行 所以我必須跟你收一個管理費 然後這個管理費的金額 大概是從7歐到15歐不等 你有學生證或是學生Visa的話 銀行都會有一個方案是for學生的 我觀察到的學生方案 基本上都不會收每月管理費 然後要注意的是 就是你必須在你開戶完成後的第一個月或第二個月 去觀察他的銀行扣款 就是在我去開戶完後 我每個月都有被扣7歐 然後我們去問才發現說 嗯這個是管理費 可是我們一開始申請的時候 我們就問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這個方案是學生方案 因為我有給他我學生簽 那他是不會 他有跟我再次解釋說 他不會跟我charge管理費的部分 所以不可能會有管理費 那我所觀察到的那個7歐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就去了銀行問 就發現說 欸他真的是管理費 然後櫃台那個小姐也是很好笑 他就跟我說 欸真的耶 可能是我們系統沒有改到 那我現在幫你改掉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取巧的機制吧 就是如果我不反應 他們就會繼續call下去 再來就是關戶金 在你決定要回台灣之後 記得千萬一定要去銀行關戶 因為法國銀行很奇怪 跟台灣不太一樣 是他們可以到付數 像我的帳戶可以到-300歐 那如果你沒有去關戶 他就會每個月繼續去跟你charge他的管理費 就算你的戶頭是零 他還是會繼續charge下去 直到他的-300歐滿 我不知道說 如果到時候你人離開了 結果你沒有關戶 那個戶頭還是繼續扣款下去 變成負數 如果沒有繳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關戶也有個關戶金喔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關個戶頭 我凍結我的戶頭還要錢啊 再來就來討論網路銀行的部分 在法國網路銀行基本上都有門檻 你的月收入要到達他們的標準 你才可以申辦 或者是你有足夠的資金一次存進去 他們才讓你申辦 其實我兩年前就蠻想辦的 只是我那時候沒有收入 也沒有那麼多的錢可以開戶 我這次收集這條後發現 現在的網路銀行比我兩年前查到的還要多 然後大部分的網路銀行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開戶會有開戶金 第二個是不用管理費 第三個是 ATM領錢是不用手續費的 因為在實體銀行的部分的話 不是所有的銀行都有提供 免費的跨行領錢的服務 所以跨行領錢這個部分 也要在開戶的時候好好的問一下 然後對我來說還有另外一個吸引力很大 就是去國外旅行的時候 我之前要去英國旅行前 我有問過我的銀行有關於在英國刷卡這件事情 他跟我說的是如果我在英國刷卡的話 除了刷卡會有手續費之外 他們還會charge一個他們自己的手續費 所以說我刷一筆被charge兩次 所以我就問他說我可以在銀行的ATM領錢嗎 他就跟我說你每一次領錢也會有個手續費 除非我去有跟他們合作的英國銀行領錢 可是就走一間 變成我如果需要錢我必須專程去找這一間銀行的ATM 網路銀行他有提供的服務就是他可能在全歐洲 所有的ATM領錢是不用手續費的 然後刷卡可能也不用手續費 只是國外匯款要手續費 可是我發現那個匯款今天好像也還可以接受 然後我在整理這些資料之後 我就上網去申請了 我剛剛說有門檻的都是在法國的網路銀行有門檻 我申辦的是跨國的網路銀行 就是他不是法國本地的網路銀行 可是我本人我現在還沒有收到 然後我還沒有使用 所以我沒有辦法告訴你我的使用心得 可是我這樣總過來看我常住在這裡 然後我有可能會需要匯款這個服務 然後我又很常履行 我就覺得網路銀行好像比較符合我的需求 而且不用付每月的管理費 那網路銀行的缺點我自己想到的就是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倒閉 因為我不知道他可不可靠啊 所以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有倒閉的風險 這是我目前想到還在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可能就是我把錢轉進網路銀行 可能就是轉一點點 然後我現在還在思考說 我到底要把我的實體銀行廢掉 因為網路銀行它是沒有辦法收現金跟支票 可是在法國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 我不知道法國人為什麼還會使用支票這件事情 我覺得使用支票這件事情是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的 尤其是你在超市買菜 你前面那個人在用支票還在寫支票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火大 我就要排隊排很久 如果你是網路銀行你沒有 他不收支票的話就變成說 你必須要有個實體的銀行 你才可以把錢轉去你的網路銀行 我還在想這個後續 可是反正網路銀行申辦不用錢嘛 我就先申辦了 等到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覺得 其實這個實體銀行好像可有可無的說 說不定我就跑去把我的實體銀行廢掉 因為我收到支票的次數很少 第二點就是網路銀行沒有實體的店面可以充 就是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只能透過網路寫信給他 那如果你法文不好 你就沒有辦法寫法文的信 我們兩個比較喜歡用銀行 他首頁旁邊會有個聊天的視窗 我覺得那個視窗非常好用 比你去實體的銀行 找人幫你處理快很多 問題是這個部分你就是必須要好的法文 你才可以跟那個人溝通 那我先申辦的網路銀行是英國的 他就不需要會法文 如果你們想要比較法國的網路銀行的話 我有找到一個網站叫做 meyerbank.com 他有把法國的網銀列出來 然後條件列出來互相比較 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樣去申辦 國外的網路銀行 那你可能就要自己去做功課了 好啦今天銀行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希望以上的資訊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有幫助到的話 就幫我留言按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身邊需要的人吧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